大陸公安4月30号晚上从马来西亚再押解一批电信诈骗嫌犯到广州 97人当中有32个是台湾人 之前这个团伙有20个台湾人被遣送回台 但很快遭到释放 大陆方面这次强制带人回大陆 强调就是着眼于台湾 太过轻放 你为什么想回台湾不在大陆呢 因为毕竟离家里探视会比较近 还有就是判刑可能会比较轻 大陆公安还安排在北京海淀看守所的台籍嫌犯接受媒体访问 这些人都是有前科的惯犯 之前在台湾扶过刑 出来又再犯 如果早知道会到大陆来判刑的话 那我一定不敢做 因为在大陆的刑期可能最常会无期徒刑 那我一辈子可能就毁了 大陆这次大动作打击电信诈骗 强调受害人多在大陆 因此拥有司法管辖权 同时要比对被害人跟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也必须全数押解回大陆才有利于调查 而陆方目前已经正式来函 邀请我方组团附录 法副表示估计一周左右可敲定成刑 两岸司法互助后续能发挥怎样的功能 甚至争取判刑人遗管 也就是判刑后回台湾服刑 都是观察重点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